各位大学同学你们好 从大学开始 你正式开始攀登一座高山 这座山的名字叫做终身学习 那么你知不知道 在大学读书是怎么样的呢 你又知不知道 有何困难或挑战在前面等着你呢 要在大学里跨过各式各样的挑战 你需要学习 怎样巧妙地利用不同的信息 此外 你还需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态 而不是相信有什么固定答案 在大学里 学习是主动找出议题的核心 批判地提出相关的问题 继而做进一步的探究 探索使用信息的创新方法 分析并勾画出观点之间的关系 利用不同的理由去支持自己的看法 决定或结论 同时 就已有的问题和挑战 建立一些创新的看法 大学不再像中学那样 你在大学中所做的事不但只会影响你自己的未来 更有机会影响这个世界 此外 你将会用到一些甚至是真正的专业人士都会使用的资料 例如数据 统计报告 研究报告 学术期刊 以及书本等等 很多时候 这些资料都十分昂贵 或者是一些保密的原始数据 还有就是学科中独有信息来源和分析技巧 你 准备好迎接这期挑战了吗 好好装备自己吧